以赛亚书第五章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 是我所爱着的歌 论他葡萄园的事 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 在肥美的山岗上 他刨挖园子 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 在园中盖了一座楼 又凿出亚九池 指望接好葡萄 反倒接了叶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 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 断定是非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 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我指望接好葡萄 怎么到接了叶葡萄呢 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 我必撤去篱笆 使他被吞灭 拆毁强垣 使他被践踏 我必使他荒废 不再修理 不再除刨 荆棘极力 盗要生长 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再其上 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他指望的是公平 谁知道有暴虐 指望的是公义 谁知道有冤生 祸灾 那些以房接房 以地连地 以至不留余地的 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我耳闻万君之耶和华说 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 成为荒凉 无人居住 三世亩葡萄园 只出一巴特酒 以赫梅尔古种 只接一亿法粮食 我在那些清早起来 追求浓酒 流连到夜深 甚至饮酒发烧的人 他们在沿席上弹琴 骨色 击骨吹笛饮酒 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 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 所以 我的百姓 因无知就被掳去 他们的尊贵人 甚是饥饿 群众极其干渴 故此 因坚扩张其欲 开了无限量的口 他们的荣耀 群众繁华 并快乐的人 都落在其中 卑贱人 被压抑 宗贵人 降为卑 也目高傲的人 也降为卑 唯有万君之耶和华 因公平而崇高 圣者神 圣者神 因公义 现为圣 那时 羊羔必来吃草 如同在自己的草场 风肥人的荒场 被游行的人吃尽 或在那些 以虚假之牺牲 牵罪孽的人 他们又像 以套绳拉罪恶说 任他急促行 赶快成就他的作为 使我们看看 任以色列圣者 所谋划的 临近成就 使我们知道 或在 那些称恶为善 称善为恶 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 以苦为甜 以甜为苦的人 或在 那些自以为有智慧 自看为通达的人 或在 那些勇于饮酒 以能力调浓酒的人 他们 因受贿赂 就称恶人为义 将一人的义夺去 火苗 怎样吞灭 碎街 甘草 怎样落在火焰之中 照样他们的根 必向 洗雾 他们的花 必向灰尘 飞腾 因为 他们 咽气 万军之 耶和华的 训会 描示 以色列 圣者的 言语 所以 耶和华的 怒气 向他的 百姓 发作 他的手 伸出 攻击 他们 山林 就震动 他们的尸首 在街市上 好像 粪土 虽然如此 他的怒气 还未转消 他的手 仍 神 不缩 他 必 树立 大旗 招远方的 国民 发私声 叫他们 从地级 而来 看 他们 必 急速 奔来 其中 没有 疲倦的 半跌的 没有 打盹的 睡觉的 腰带 并不放松 鞋带 也不折断 他们的 剑 快力 功 也上了弦 马蹄 算如尖石 车轮 好像 旋风 他们要 吼叫 向母狮子 咆哮 向 少壮狮子 他们要 咆哮 抓石 坦然 刁去 无人 救回 那日 他们要向 以色列人 吼叫 向海浪 喷轰 人 若望地 只见 黑暗 艰难 光明 在云中 变为 昏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